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一场梦 第二天上午 刘氏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何家欢喜 只有别园外喜忧参半 他心里一直有个小疙瘩 那就是两个儿子中 有一个是来讨债的 他本想把其中一个讨债的儿子送人 以免惹来事端 却无法分辨到底是哪一个 只能作罢 老大名叫别连山 老二名叫别连水 两个儿子渐渐长大 都非常聪明 别园外对他们管教甚严 接近苛刻 刘氏抱怨他心肠太硬 几乎不尽人情 别连外便把他拉到旁边 将梦中的情景讲了之后 刘氏得知缘由 不再干涉别连外管教孩子了 到了读书的年龄 别连外请来一位保学的老秀才 来教导两个儿子读书 两个儿子都喜欢读书 悟性极高 喜得老秀才对别连外说 两位公子哥中非池中之物 将来必是金鸾殿上的臣子 转眼间 两个儿子都十七岁了 都中了秀才 到目前为止 别连外没有发现讨债的端倪 心里更难受 他要是早点发现端倪 也好严加看管 进行预防 如今 两个儿子都很优秀 其中一个却注定是来讨债的 怎能让他心里舒坦 这天 别连外骑着马 去县城里探望姓咪的好友 一见面 咪好友恭喜他两个儿子都中了秀才 别连外却叹口气说 何喜之有 咪好友一惊 询问他为何出此不祥之语 别连外便讲了缘由 咪好友沉思片刻 说道 我有个好朋友 姓龚 是一个阴差 常在阴间走动 不妨把他叫来 帮你到阴间访一访 此时到底为的哪般 别连外同意了 咪好友就派家仆拿着请帖去请 过了不久 拱阴差跟着家仆来了 咪好友摆上酒宴 宴请二人 就汉尔热之际 别连外把他的苦恼讲了 恳请拱阴差到阴间访查一下前因后果 拱阴差满口答应下来 吃过饭 拱阴差靠在椅子上闭着眼 过了好一会 他睁开眼说 打听清楚了 都是前世惹的货 原来 别连外在前世是一个商人 姓继 他和两个好友一起做生意 这两人一胖一瘦 分别被称为胖五和瘦六 那一年 三人结伴出去经商 走到半路上 胖五突然病倒了 按照瘦六的意思 留下胖五在客栈里养病 他和继商人继续北上 却遭到继商人的反对 继商人担心胖五无人照顾 导致病情恶化 咳死他乡 便留下来照顾胖五 让瘦六独自一人北上做生意 继商人精心照料胖五 拖了三四个月 胖五最终还是撒手西去 看病和吃住 将两人的本钱花得所剩无几 继商人收拾悲伤的心情 将胖五带回家安葬 胖五家境一般 继商人只字未提钱财的事 胖五感恩 因此来投胎报恩 寿六经商赚了不少的钱 继商人过不下去了 便去找寿六借了三千两银子 打算搏一搏 做一笔大买卖 却最终亏得血本无归 他悄悄地钱回家 带着家人搬到外地 赖掉了欠寿六的钱 寿六记挂着欠账 因此来投胎讨债 拱音叉讲完 别人外询问 两个儿子哪个是寿六投胎转世的 拱音叉大笑几声 说道 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有恩的报恩 欠账的还钱 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也不要过于纠结 纵使你知道了哪个儿子是寿六投胎的 也不能违背天意 一意孤行 否则 就会遭受天谴 蝶缘外叹一口气 说道 难道我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拱音叉说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调整心态 平常心对待 该来的必然会来 你要坦然承受 积极应对 切不可妄加揣测 徒增烦恼 一番话说的别人外连连点头 伸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既然是前世的报应 躲不过去 那就坦然面对吧 自此后 别连外放下心结 好好的过日子 过了几年 两个儿子双双考上了进士 大儿子别连山放到外地为官 二儿子别连水留在朝廷为官 又过了十几年 朝廷维修宫殿 大儿子别连山奉命押送花石缸 传之侧翻 丢失了花石缸 按照朝廷律条 别连山需要照价赔偿 还能保得官 指 如果赔偿不了 就要治罪 别连山积蓄不多 只得写信向父亲求助 别连外接到书信 终于明白 大儿子别连山就是受六投胎转世的 想不到以这种方式来讨债 他长叹一口气 变卖家产 倾其所有 帮别连山还了债 老两口所剩无多 生活变得贫困起来 关键是 两人年事已高 无以为生 这时候 二儿子别连水派人来 接牢两口到都城养老 别连水目前已经官至四品 俸禄足够养活一大家子人 别连山因为过错 一直得不到提拔 到最后都是七品官 而别连水最终官至三品 成为朝廷重臣 别连外跟着二儿子 一直活到七十多岁才去世 临终之时 他一再告诫子孙后辈 注重个人修为 千万不要造下孽债 给来世留下苦恼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来说一说 最孝顺的生肖都有哪些 家中只要有一个 就是父母最大的福报了 一 最孝顺的四大生肖 佛教提倡 百善孝为先 做事信为本 由此可见 一个人在外 不管做出多大的成就 都应该孝敬父母 可以说 父母是我们儿女们的福田 要是没有他们的付出 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会成功的 因此 我们都应该好好孝敬父母 报答养育之恩 而在十二生肖里 有这么几个生肖是最孝顺父母的 同样 他们都会有很大的福报 天生受到菩萨的保佑 那么 你的生肖是否榜上有名呢 下面的四大生肖 便是十二生肖里最孝顺的人 这样的人总会有好报 必定富贵满门 好运连连 一 生肖羊对长辈孝顺 蜀羊人就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来的 这样的人对于家庭也相当的重视 为了让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而不断地努力 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小问题 而跟家人有争吵的 也会很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周末肯定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回家看看家中的长辈 所以他们也会深受长辈的宠爱 家庭关系相当的和谐 他们就是一个性格温顺的人来的 不喜欢有争吵 不会做出一些对长辈不尊敬的事情 更不会让其他人伤害自己的家人 二 生肖兔对长辈孝顺 属兔的人性格方面真的很温柔 而且这样的人也拥有广阔的心胸 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不会与他人计较太多的 而且他们具有很强的包容心 所以说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很舒服 如果身边的人伤害自己的家人 他们真的接受不了 因为这样的人家庭观念是很重的 他们肯定会为家人争口气的 他们对家中的长辈真的很孝顺 一直以来都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家人遇到的困难 他们也会感到相当的紧张 三 生肖兔对长辈孝顺 属兔的人对于家庭相当的重视 人们会看到他们很有责任心的一面 特别就是对家中的长辈 他们会成为长辈眼中很孝顺的一个孩子 虽然他们也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 但他们绝对不会算计到家人的头上 他们真的很愿意为家人付出 也特别重视父母的感受 不愿意做出一些让父母感到伤心的事情 他们每个周末也会回家看望父母的 认为这样才能让自己跟父母的感情越来越好 四 生肖牛对长辈孝顺 属牛的人性格方面相当的保守 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就是一个传统的人 不太懂得如何跟他人沟通 所以身边并没有很多朋友的 但这样的人懂得如何跟家人相处 他们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父母的爱 思想方面也是很成熟的 会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 他们的家人都很愿意相信他们的 可以看到这些福气很大的生肖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孝顺父母 老话也说 不孝父母 拜佛无意 因此 不论何时何地 孝顺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 所以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 善待父母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除了上述三个生肖 还有其他生肖越长大越孝顺哦 二 越长大越孝顺的生肖有哪些 一 生肖虎 生肖虎是一个有大气韵的属相 所以子女生肖属虎的话 不但识大体 而且还能成大事 有大出息 虎年出生的人能力出众 个个都很有才华 年轻的时候 性格会很冲动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会显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对父母也越来越好 即使工作上很忙 也会抽出时间带着父母外出 陪他们聊聊天 会经常回家看看父母 对父母无比的重视 所以他也特别容易得到财神的眷顾 一生钱财不断 注定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肖属虎的人会变得越来越重亲情 对于父母也是越来越孝顺 所以子女生肖属虎的话 父母晚年可享子女福 二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人也是非常有孝心的 他们对自己父母长辈都非常的敬重 也很爱护 当属马人自己独立之后 成熟之后 才更加体会到父母抚养自己的不义 他们心思细腻 虽然有时候他们会烦父母的唠叨 但却很孝顺 对父母很好 经常给父母买着买呢 哪怕是不在父母身边 也会经常联系 问寒问暖 所以说 属马人的孝心表现在各个方面 生肖马本就是一个很重情义的属相 虽然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洒脱 显得有些叛逆 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生肖马会越来越重感情 对于父母也是十分孝顺 开朗而又思维敏捷的属马人 属于敢说敢做的人 他们眼光长远 热爱工作 喜欢旅游 对待父母 用行动证明一切 所以子女生肖数马 父母晚年有福 将来的日子越过越好 晚年家庭和睦 父想不尽 三 生肖猴 生肖猴很聪明 年前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性子急 而且脾气不好 给家庭带来一些麻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肖猴会变得越来越稳重 聪明机灵 而又俏皮的属猴人 他们不会独自享受生活 会全身心投入到大家庭中 其乐融融 岂不是更开心 他们爱惜容貌 八面玲珑 动静两仪 而且对于家庭也是越来越重视 对于父母更是孝顺 所以子女生肖鼠猴的话 能让父母晚年享清福 家庭和睦过好日子 四 生肖牛 牛年出生的人 性格稳重成熟 工作的时候 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特别容易被领导看重 事业也会很顺利 也容易赚到大钱 稳重而老成的鼠牛人 愿意拿出最大的耐心 细心来体贴 他是勤奋 公私分明 他们很讲信用 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 这样诚实稳重的人 非常可靠 在家中 生肖牛是个特别孝顺的人 从不顶撞自己的父母 一有时间 并不适合朋友相聚 而是在家陪伴父母 他们也舍得将自己赚的钱 给父母花 为了父母 自己在内都毫无怨言 这样的人能获得上天眷顾 一生好命 五 生孝龙 具有权威的力量和超人的胆识 他们言于律己 宽以待人 敢于承担属于自己的担当 他们受辱不惊 顾全大局 重视合作伙伴 会经常陪伴在父母身边 嘘寒问暖 非常孝顺 六 生孝蛇 天生聪慧 而又深藏不露的鼠蛇人 他们与人为善 和气生财 进退有度 他们善于极度 但在孝顺父母方面 懂得分寸 七 生孝羊 鼠羊之人 很懂得体贴自己的父母 知恩图报 赚钱了第一时间 就会想到 给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小的时候 这个生孝的孩子们 就非常懂事 他们深知 父母抚养自己长大 是多么不容易 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 替自己负重前行 所以将来他们会 努力报答父母的恩情 这样有孝心的他们 在人生的道路上 也是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 一生好运不断 为人正直 而又有慈善心的鼠羊人 他们爱学习 爱生活 是个乐善好施者 关心他人 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这样的人孝顺父母 都很尽心尽力 八 生孝姬 精明能干的生孝姬 是个有担当的人 愿意帮家庭扛起一切 他们学识渊博 谈吐文雅 机智聪慧 有识人之能 孝顺父母 更是首当其冲 九 生孝诛 善良而又稳重的 属诛的人 他们忍让谦和 温文尔雅 言而有信 热情洋溢 他们对待父母 更是遵从孝道 损人不利己的是 他们于心不忍 总而言之 百善孝为先 生而为人 养育之恩 应该铭记于心 孝道传承 乃宅心人后 只有孝顺父母 才能孝傲江湖 忤逆不孝 心胸狭窄 又怎么能安身立命 只有孝感动天 我们才能财运亨通 福星高照 路才能走得越宽越广 人缘好 财运自然而然朝你家跑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